欢迎回来 当欧美的关系 现在有没有产生变化 关键因素来自于中国大陆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访问了欧洲 在法国第一站下飞机的时候 受到的礼遇 先看看现场画面 画面可以看到 他们在下飞机的时候 牵着夫人走下飞机 底下准备要迎接的 是法国总理艾塔尔 艾塔尔当然是被说是最年轻 34岁担任总理的 还是第一位在法国公开出柜的总理 这么年轻 同时代表着 接下来有可能接班的一位 那两个人用什么话交谈呢 中文 艾尔这位总理特别用中文来欢迎他 所以欧美还胜赞他说 哇你中文很好 像这样虽然有点雨 撑着雨伞 不过红地毯还有一队 学了一年 学了一年 你说这个总理特别 为了要迎接习近平 没有 学中文学过一年 一年学到他要来 没有 他就是很认真在学习中文 至少至少在这个语言 认为国际趋势的沟通上 需要啊 好这个贵宾迎接之外 高规格 那么当地的华人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华侨留学生 不管是五龙五师啊 旗帜啊 国旗啊 来欢迎他 但习近平到场接机的时候 称赞中文讲得很好的 这位总理呢 也代表着 接下来还有好几段 一个高规格的 就感觉 要创造中法关系 美好的未来 因为他刚出发之前 就立刻发表了很多的新闻资讯 或者受访资讯 告诉大家说 从2014年 他两次春天到访法国 跟法国人一起庆祝中法建交 50周年跟55周年 这一次是建交 60周年的时候 再次踏上美丽的法国土地 倍感亲切 同时习近平预计 周一在巴黎有很多场会议 包括跟欧盟执委主席 冯德莱恩要来见面 那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第二故乡招待他 形容这是老友的菜单啊 菜单上面有什么 羊尖肉 黑猪肉 火腿 塔布豆 还有法国的第一夫人 碧姬明确要求的甜点 叫做蓝莓馅饼 成为很多软性的话题 当然酒也是法国人讲究的学问咯 当地的蒙特斯红葡萄酒 圣蒙特白葡萄酒等等 热情欢迎之下 代表接下来更多要谈的在后头啊 俄乌战争吗 贸易合作吗 这才是重中之重 如果是报导 马克宏呢 就会就贸易跟俄乌的战争 来给予中国施压吗 针对贸易失衡 需要中国在俄乌战争中 发挥对莫斯科的影响力 那尤其是在商业上 更是需要有更多的贸易合作 包括关税等等的调整 两天有没有可能达成两大目标 不知道 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在俄乌战争当中 扮演和平的角色 有期许 有没有可能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呢 习近平说 我们希望欧洲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更打算跟法国跟整个国际社会合作 寻找解决危机的良好途径 所以当这一趟在媒体的分析里面都认为 法国是需要跟中国对话的 但不能把中国当成朋友吗 法国世界报的报道认为 不要幻想跟中国各种的合作 是朋友的关系 不然不跟中国对话不是解放 把习近平当成朋友也不是解放 所以法国总统马克宏 不应该抱有幻想 所以这个代表着 马克宏在国内也有一点抗中的声音要去应付 新平坊欧洲三个国家 纽约时报则是形容是 试图要弱化美欧连结 要把美国跟欧洲脱钩 那法国当然也想用自主性的角色 成为过选者吗 那大陆学者认为 马克宏现在能依靠的其实只有大陆了 尤其是欧洲的俄乌战争 现在是僵局中的僵局 群职手段用尽了 唯一的出路就是中欧联手促进和平 来和谈吗 俄乌战争 华盛顿是不是已经开始跟北京正面交锋 巴黎希望保持对话的空间 希望和平 那因为拜登的考虑可能还有自己选战的考虑 例如我们现场讨论很久 拜登希望达到选战 不要停 不要太早结束 对于他的选情不利 但欧洲国家显然并不是这样想的 而习近平访法之后 马克宏一个形容词叫做欧洲会死论 对中欧产生的两大讯息是什么 这叫做不具名的法国官员 在访法之前所透露的讯息 中国作为俄罗斯的主要伙伴 他的目标就是想让他利用对莫斯科的影响力 去改变俄罗斯的计算 帮助解决冲突 也就是停战的概念 希望尤其奥运马上要开始了 奥运停火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俄乌战争能够发生呢 杨哥怎么看习近平从下飞机开始得到的领域 想要展现的一个结果跟目的 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 都各自找到自己很大的战略需求 那中国的战略需求 我刚刚看那个费交落那个报纸 因为习近平在费交落写了一篇文章 Figaro 投书 那Figaro的标题就是说 习近平想要让法国中立化 简单讲就是不要让他太一面倒下美国嘛 事实上有人就讲得更白啦 所以要分化西方阵营 那这个也没什么不对啦 因为中国大陆认为欧洲可以独立自主嘛 所以不一定要一面倒下美国啊 那欧洲本来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强权啊 事实上中美俄欧 这全世界四大强权嘛 大家都知道嘛 那中国事实上跟俄罗斯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俄罗斯已经被美欧制裁了嘛 所以他现在就想要抱住中国 让中俄来联手对抗欧美 可是中国不是这样的立场 中国是认为 我跟美国是对抗了 可是呢 我希望欧洲能够中立 所以他也在向欧洲示好 那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 他是他第二大贸易伙伴嘛 所以有一些政治军事经济 是有一些酝酿的空间啊 那对马克宏来讲 中国大陆就是第一个是为了经济嘛 比如说他也 他马克宏事先就发表了一个立场 他说希望跟中国 现在是reset 重开机 那有更多的经贸上的关系 无限的可能 对无限的可能 而且中国大陆也蛮聪明的啦 他就立刻喊出 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 这样的标题 就说哎呀这个法国的加工农产品 可以进口到中国啊 那以后再到吃好吃的法国菜 可以到中国吃这样 那因为中法的贸易不到800亿美元 这个很低啊 因为中德贸易2000亿 中俄贸易2400亿美元啊 所以中法当然有很大的空间嘛 所以我是觉得啦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互相投资的案子啦 比如说核能 那中国就会跟 法国电力集团合作 那比如说那个航空 就跟空中巴士合作 对不对 那法国大概也希望中国去帮他投资再生能源嘛 所以中国有一个单位叫敏石集团啊 他去法国开辟一个电磁股 长100公里啊 所以我是觉得互相的投资已经开始了啦 那这个 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互相经济加强的部分 那当然法国是卡借说你电动车是不是有补贴啦 所以他就对中国进口的车子 他不给予消费者的优惠嘛 所以中国的市占率在法国已经下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是表面上有提啦 可是事实上已经不严重了 我觉得法国真正要的最重要的议题就是 7月26号巴黎奥运 俄乌战争可不可以停一下啦 他在最理想的状况是希望能够停火啦 那他知道光凭他的力量是不够的 所以希望能够结合德国 结合中国来斡旋俄乌战争 可不可以停火 那让巴黎奥运可以顺利举行啦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他主要的目的啦 奥运精神 但法国今年是主办国嘛 当然也希望更有面子一些 大使怎么看这趟可能有的成果跟发展 其实这个 这一次习近平去不是短期的决定啊 他是一个长期两国的战略之间的合作的一个长期的 长期的一个发展下的一个项目而已 那两国事实上要长期发展战略 其实尤其在这个俄乌战争以后 比较具代表性应该是去年四月 马克宏到大陆访问的时候 那么他结束大陆之行后 双方签了一个联合声明 这个联合声明一个51条 非常非常的详细啊 也就是把双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但定义 定义好 然后合作的项目也都定义好 未来的路径图也都写好 所以要真的要看中国大陆跟法国的关系 其实在去年 马克宏去大陆的时候 也这个四月 也四月就已经定了掉了 那这个是所谓的 这个上一次这个协议里面 两国元首年度会晤中间的 今年的会晤 所以你看两国元首要年度都要会晤 这个可见双方对彼此 互访关系的重视 那去年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大家都觉得很吃惊的 就是双方要在这个军事方面 这个海洋军事方面进行合作 这个虽然讲得比较笼统 它是加强对话 可是今年习近平到巴黎之前 那么这个法国特别邀请了中国大陆 那个南部战区的司令员 到法国访问 然后双方签订了一个 所谓双方在这个南太平洋地区 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个 加强对话沟通的一个 怎么叫的一个 一个协议 所以已经进入到书面的状态 书面的军事合作 军事合作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是在双方既定的 双边关系上面走 那为什么法国会跟中国大陆 走这么近呢 我想双方的最高的战略 共同意义 利益就是让美国在这个世界上 对这个全球事务 以及对法国 对中国大陆的产生的负面影响 把它降低 这要靠两个国家的互相的合作 所以中国大陆非常肯定 法国走战略自主 而且希望法国除了本身战略自主以外 能够作为欧盟里面的 主要领头羊的国家 带着欧盟也往前走 所以其实你说法国的 不管是这个世界报 或者FICA 他们这个做的报道都没有错 中国大陆对法国是有战略上的期盼 可是相对的法国 法国报道没有讲出来 法国对中国大陆的战略期盼 那可能更高 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 中国现在世界最大贸易国 然后这个高 这种各种科技的发展 法国不但在商业上有求 想要跟中国加强合作 那么在战略上也希望 法中国大陆在国际事务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现在最继希望最继的角色结束俄乌战争 那么结束俄乌战争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中法这次两个元首的会晤 它是有高度的战略高度的 其他的问题看起来都是技术性的 经贸的议题都不是正次 这次两个会面所要认为是主要的 所谓的讨论的项目 的确这两国的元首互访 那个热切的程度从迎接的规格到互动的时候 越来越亲切 之前还看着两个人在中国的花园里逛 在参观庭园一起欣赏风景的心情 现在在法国也再度重演 各种的合作也是都有可能 我觉得他们两个见面 有些地点讲起来非常的有诚意 也暗藏玄机了 比如说是马克宏到中国去的时候 习近平接待他的地方 是他爸爸的官邸 那这次来讲的话 马克宏接待习近平 就到他祖母的故乡 我觉得从这个方面互动看起来两个很好 但我觉得关键的是马克宏 他在习近平来之前 他跟冯德莱恩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欧洲要有自己的战略利益 要维护我们自己欧洲的战略利益 他讲这句话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欧洲的战略利益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经贸 第二个是军事上的安全 第三个是能源的安全 那你要知道欧洲现在来讲 他能源本来就是靠俄罗斯的 因为俄罗斯他有庞大的能源 他几乎能源他已经 这个天然气跟石油 欧洲来讲 所有来讲的话 他北极圈里面都是冰冻土层 他根本没办法开垦也没办法种植 那老天就给他一个 很好的有这个天然气 那个储量是将近占世界四分之一 他储量甚至比这个中东地区都还要多 那欧洲来讲 当然就是希望有这个天然气 那以前他是经过俄罗斯 这个经过乌克兰 就乌克兰跟他开战 经常跟他要钱 他就没办法 他就盖了条北溪二号管道 然后这个天然气是靠俄罗斯来供给欧洲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从这种很简单的道理来讲的话 这个北溪二号是谁炸的 就是美国炸的 因为美国他自己也开采了夜夜银油 他也有这个油气 他就要卖给欧洲 那欧洲来讲 这个天然气来讲的话 成本运输的成本 或者是美国夜夜银油 开采的成本就很多 所以他能源来讲的话 现在被切断 被美国切断 第二个在军事上面 北越来讲的话 他一直没办法自主 他几乎都是要依赖美国 美国在不管是在德国 或者在什么地方驻军 那法国以前有一个特殊的观念 他认为法国是欧洲的五强之一 当然除了英国之外 在欧洲本土就是五强之一 之前有一个戴高乐总统 那法国戴高乐总统 有一阵子他退出北约 对不对 他说我自己要坚立 我自己有国防体系 我不能依赖美国 将来依赖 依靠人人会老 所以他军事上面要依赖美国 那经贸 经贸靠谁 我觉得经贸很明显 你现在必须要靠中国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可能后续他们三个人谈的 就是马克宏 冯德莱恩跟习近平 谈的一定是欧洲的经贸有关的东西 当然电动车是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只是说是要卖多少钱 要减多少关税 要挣多少关税 如果能够谈出一个平衡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维护到 欧洲自己本身的战略利益 才是重点在这一边 出席下马上回来 来看看美国对于总统大选来讲 拜登面临的难题很多 几个最新的消息 现在来看看货币战 美国呢 本周将要发行 125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 前阵子公债一直推行上很困难 所以叶伦才会拼命往中国跑 那对于现在 本周又要发行这个规模 是非常大的 1250亿美元 其中包括了 580亿美元的三年期 还有450亿美元的十年期 这个是备受很大的考验的 甚至30年期的 也有220亿啊 市场买不买单 是大家的一个问号 那部分企业就说了 今年以来美国通膨放缓 甚至已经进入停滞了 他们宁可买个 好吧短期的五年等等看 其实长期的几乎 买点几乎大家都不被看好 但是现在看起来 黄金永远都是最避险的工具 大家都爆买啊 那包括中国大陆 现在也是 所以这种地缘政治 会出现的风险控管 投资标的 事实证明 金价已经顽强的 占到了每盎司 2400美元以上 那么当然 持续的很久 原因也是因为中国 最近也大买嘛 那日元呢 扁啊扁啊 那扁到被这个国内痛骂 说央行无所作为 他们开始互盘 央行介入之后呢 结果现在日元狂生 当然跟美国的 这个经济政策有关系 市场就认为说 日本政府的五兆 去调整贬值的速度 不能再贬下去 会影响整个区域的竞争 但美国宣布 维持利率政策之后 日元又出现涨势 急拉上来到1.53嘛 那金融界分析 日本政府还可能再出手 其实这个要护不容易 因为美国的因素影响太大 会不会是无底的前坑 一直丢下去 护不护得了 那现在至少还要再动用 3兆日元去抢救整个汇率 那日元前景怎么样 那各种的高通膨 联邦赤字影响 都不容忽视 美国要多久 可以控制通膨 也影响了日元的贬值速度 那么拜登第二个问题 当然是中东楼 中东到底现在问题 有没有办法解决 美国媒体报导 拜登政府上周一 做了一个动作 暂停送弹药到以色列去 这个动作很不寻常 以国官员甚至不知道原因 这个报导认为说 是有知情人士 没有向CNN透露原因 那去询问到底为什么 以及理由的时候 白宫都拒绝回应 为什么 难道真的是因为 国内的美国学运的抗争 让攻击武器 以色列去做种族灭绝 等等这些战争行为 有影响吗 那同时还有在 沙拉伯的部分 也不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沙拉伯政府表明了 跟以色列的关系 前提要正常化的话 就必须在以色列 两国方案做出让步 让巴勒斯坦建国 那当然这个绝对 不是以色列想要看到的 所以美国国安顾问 苏利文说 在沙拉伯跟以色列 关系正常化之前 拜登就不会去 帮沙拉伯 也不会签署防御协议 所以这关系到底 有没有可能正常化 虽然布林肯去访问了 但访问之后 显然也很难 有进一步的成果 布林肯只说 沙拉伯跟美国 依据我们的协议 一直在共同工作 有可能可以接近完成吗 现在连停战 有没有可能都还不知道 但是在还有第三个问题 叫TikTok 当然在美国参众两院完成的 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由拜登正式签署完 滴答滴答响 接下来TikTok 是不是真的就准备 要关门或赶快转让呢 在TikTok坚持不要的情况之下 冲击着整个国内 那例如像马斯克好了 他选择从中国走 他对于选择市场来讲 中国认为更重要 所以各种跑中国的行为呢 就代表着 他对于跟比亚迪的竞争能力 还是需要中国市场 那拜登这个法案呢 TikTok字节跳动 是不愿意出售的 所以苏利文就说 这个美国业务是归美国企业 所有全世界都说得通 坚持不让字节跳动 可以继续拥有竞争权 那所以接下来 整个司法的官司战 有没有可能 在美国政府这里会赢 还是拖很久 拖到大选不知道 但消费者其实开始愤怒了 因为使用的美国用户非常的多 就有网友直接用很 不太好听的话 来批评这些政治的决策 听听这段画面 TikTok hits ban I will personally make sure that Instagram Reels is under the full gri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 it to me Joe I want you to explain it to me Why the sudden move to ban TikTok Why is there such a rush for this all of a sudden because out of everything that's happened in the last two years of your presidency this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you've moved quick on Inflation out of control we still haven't dealt with it a bank went under that rich people used took you 72 hours to clean that one up but TikTok seems to be a big one for you 听下真的很生气 对不对 这网友气坏了 那正妹说 以后每天在 好吧 你不能这样 我在TikTok 我就在Instagram上 每天发 中国的影片 好 那拜登自己也发影片 继续用TikTok 在发自己的宣传影片 这不是很尴尬吗 又想争取年轻人 又要去敬年轻人 所使用的平台 这叫做两难 亮哥看到这几个议题 通通都是拜登现在的难题 这个 中国买黄金 因为你去想 中国大陆要让人民币 国际化 那他也知道 美国对他有敌意 中国现在的美元资产 是三兆三千亿美元 等于是他人民币的 发行基础是美元 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 美国对你有敌意 而且你看到 美国现在没收俄罗斯资产 你会不会怕 对不对 所以他当然希望能够 买多一点黄金 作为发行货币的基础 我们这个叫毛定 毛定的基础 那他的黄金才多少 才两千两百吨 美国是多少 美国是八千三百吨 你不觉得落差太大吗 连意大利都有三千 德国有四千多 所以不管是中国政府买 或者是大妈买 坦白讲这个都是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美元指数已经106了 那你利息已经升到5.5了 眼看未来升息空间 大概是没了嘛 大家是在等你什么时候降息 那美元指数怎么可能再高 你106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人家转去买别的货币 或者是买别的有价值的东西 这完全是合理的 我跟你讲 不是中国买最多 本来买最多的是俄罗斯 因为他美元被制裁 可是你去查别的国家 印度一样也在买 土耳其也在买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只有中国跟俄罗斯在买 那俄罗斯是因为他自己产黄金 所以你就没有看到他在国际上买很多 买最多的当然是中国 可是大家要知道不是只有中国在买 印度土耳其也在买 简单讲就是大家觉得你美元会贬值 全球的避险工具都是 我觉得你会贬值 所以你自己去看你的美债 为什么长期债卖不动 我怎么知道你五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事实上你这个花三年了 他现在只要用三年债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嫌太长 对呀 可不可以改发两年了 没有信心 所以我跟你讲 美国这个就考验叶伦 叶伦真的倒大煤 你这个1250亿的美国的国债 你这个最短的是三年期 三年期占580 我看你怎么卖 你要逼日本再吞吗 日元都快垮了我还吃啊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到时候卖不动 丢脸死了 你回来逼你的银行自己吃啊 或者联准会自己买啊 变成是买新卖旧 那这很丢脸欸 我说实在 所以这个就是一翻两叹眼 你看你看这个 这几个月看他怎么卖吧 那至于这个 这个我们讲那个 我觉得那个以色列 那个都是短期的 为了要安抚学生用的啦 我认为美国还是支持 以色列的拉法啦 看出目前的迹象 埃及的调节没有进展 就是哈马斯来是要求你要撤军 你要告诉我最后的一个结束方案 以色列不愿意承诺 那以色列说我最多给你40天啊 你放33个人职吧 我觉得不容易谈到结果啦 所以我认为以色列还是维达拉法 那沙地阿拉伯终于展现出 顺尼派的老大的姿态了啦 这个时候你跟以色列正常话像样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当然就不能够去 去救啦 那跟美国的防务协议那以后再说啦 的确喔 大使在美国的拜登的三个大议题里头 当然每一题都很难解啦 光从经济面是冲击最大的 那以色列的问题 暂时好像hold住了在校园的部分 也没有那么容易能够平息所有的愤怒 对 美国现在是百病齐发 这个从内部的这个问题 这跟外部的问题相互呼应 那外部的问题越演越烈 内部也越演越烈 比如说恶物战争来讲啊 比如说这个尾巴战争来讲啊 美国内部的冲突让这两场战争打得越打越烈 而这两场外部的战争 对美国内部外部战争的话 这个拖延持久也造成美国内部的分裂 冲突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种过去以零为货的这种最佳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现在事实上它在外面挑起战争或者外面的战争 对美国来讲军工复合体可能可以赚到钱 可是问题它整个社会会造成严重的冲突跟对立 那么这个社会就往两极化的方向走 那这个现象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清楚了 那不过美国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现在对外的一系列的制裁措施 我们以针对中国大陆的制裁措施来讲的话 以前我们有个说法 就是杀敌一千智商八百好了 那现在是不是杀敌八百智商一千呢 现在越来越有这个现象了 比如说你科技制裁 你科技制裁你制裁华为提供它禁止 就是说断它的这个高端晶片 对不对 结果华为现在7奈米自己做出来了 不论如何是自己做出来 美国到现在也没想出来怎么回事 对 如果说你不去制裁华为 华为可能还这个7奈米晶片 还基本上依赖美国的供应链 美国还有钱赚 那问题就是你美国钱也没有赚 中国大陆技术也提升了 那这个科技制裁目前就面临这个问题 那还有一些产品 比如说TikTok的话 它会造成美国自己内部的社会的对立 比如TikTok它有1.7亿美国的这些用户 然后呢数百万在上面 就TikTok讲的在上面赖以为生的中小企业 对你把TikTok禁掉的话 这些人靠什么赚钱 这么生气的这影线 700万人 TikTok说他们是属于中小企业 当然有个体户 那问题就是说 你今天进TikTok 你美国哪一个 照川普来讲的话 那你就便宜了FB 你便宜了FB又如何呢 可是美国有700万人要失业 命令失业 所以就变成美国现在这个损人 基本上也不利己 而且不利己的这个程度 甚至超过于损人的程度 所以美国要 如果不做一个整体全盘检讨 悬崖勒马的话 我觉得美国会越来越乱 将军 我觉得美国现在已经变成 这个以色列的殖民地了 你知道这次来讲的话 美国民众学生抗议成这个样子 但是你看美国从拜登总统 到各个两党的众议员 完全是100%的挺以色列 拜登那天接受访问 这学生已经闹成这样 这个各大学校长也 如果说不去镇压 不去请警察镇压来讲的话 校长都要被格子掉 被指责 然后这个拜登那天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虽然说战成和平的示威 但是他坚决反对用暴力的行为 他就是不挺 讲明了就是不挺以色列 当记者再继续追问他说 那会不会这些学生抗议 会不会影响你对以色列的 这种这个后续的决策 就他一句话 No 就没有不会 那代表说是拜登是坚决 那拜登凭怎么会这么坚决讲这种话 因为他有看到民调 因为我相信美国来讲的话 很多人还是挺以色列为主 那这次你看到 不管是这个共和党 或民众民主党两党的 所有议员来讲的话 还是挺以色列为主 所以说没有人同行巴勒斯坦 那为什么以色列 美国现在会这么挺以色列 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犹太人在美国里面 控制了所有金融 所有经济都在他控制 那这些金融来讲的话 他可以提供政治先银给这些议员 所以他们这些议员就变成 以色列犹太人的一种传声筒 他不但控制了美国的金融 甚至于控制了美国的经济 甚至于还控制了美国的军事 还有校园 对 几乎都已经是完全控制住了 在这种言论都被以色列控制住之下 我觉得拉法这次 所以纳坦雅胡才这么有底气 他坚持要进攻 那全世界我想说拿他也没办法 我这边特别要提 美国最近通过一个法案 众议院通过一个叫 犹太主义意识 那你听到你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这种法案 他第一个就是说 你不可以批评以色列 你也不可以批评犹太人复国主义 都不能批评 你批评算违法 那更严重的是 连圣经里面 说犹太人当初 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事情 也都不能讲 现在在美国已经变到这么严重 法案吗 对 他现在是众议院通过了 众议院通过的法案 后续来讲参议院或总统会不会签署 美国版反渗透法的概念 对 所以另外我觉得Tito也是一样 太夸张了吧 Tito 观众我们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主任介绍这一节 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 以及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 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 顾正亮两个 大家好 平安 前驻纽西兰大使杰文琪 浅秋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推议少将栗正杰将军 浅秋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看看两岸的关系 520马上就要到了 就职演说众所瞩目 到底会怎么个谈话 到时候就知道 但现在今夏的关系 对于台湾来讲 现在仍然是步步为营的紧张当中 今夏大桥 厦门段在海上战桥 已经完成八成 但是光是这个航路 就是所谓的海上战桥 施工进度流五电主航道呢 现在这个海域设好的战桥 建设海上施工平台都已经开始完成了 也就是说接下来在大陆方面 对于这块海域的控制权 已经早就没有什么进制海域 相关海域 爱怎么走怎么走 现在连这条航道都可能是 接下来海面施工的条件 大陆方面要来继续来进逼吗 这个是根据公众号预渊谈天 他的分析认为 大陆从海警船常态执法 加大力道之后 再加上延伸范围 提高类似档次 来做步步在海域上进逼 传达的信号只有一个 就是接下来要打破台湾设定的禁令 目的是下一个流五电航道 进行输军拓宽之后 需要侯厦门港来使用 那厦门港使用的时候 对于台湾这个金门附近海域的影响 我们能怎么做呢 就只能配合办理吗 还是我们的政府可以有什么做法吗 福建海警执法现场曝光 金门大桥清晰可见 就这么近的距离 距离大金门小金门只有3.8海里而已 所以同时看到的是 大陆的福建已经正式进入了休渔期 过去呢 就算是休渔期 还是会有一些偶尔的船只 但现在不是了 现在越界的小船一骚也看不到 马祖日报的报道 是有某些讯息在吗 那尤其是台海之间 有没有一些危机 南海如何 在大陆的专家分析里面认为 中俄对于台海的演习是很关键 值得观察 美国已经把中俄一起 当作战略对手来做 而且不惜两线作战 所以发现美国的舰队 出现在这个千岛群岛这个附近 这个位置 那同时在阿拉斯加的部分 是有俄罗斯的军机接近的这附近 轰炸机 还有战机 5月2号飞到这附近来 所以双方呢 不管海空都有各自的展现实力 秀肌肉 美军分析认为 四架俄罗斯军机进到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意思是 要去止战 战机 人啊留在国际空域 他没有进入领空 所以暂时不用管他 还是可以在有限的航道里 没有侵扰 没有让他产生威胁 不过美国新任的印太司令上任之后 至此直接点名中国大陆 陆方在印太地区进行的所谓侵扰 跟扩张主义的主张 行动超出了灰色地带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还算灰色地带吗 还是美方已经无法容忍 当然就看进一步的动作了 各种演习里或各种的部署里 都显示着美军没有要忍 或是想要进一步进逼的意思 例如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这个位置 美澳飞巴丹岛的军演 要防台海南海冲突 那美军 美国军事媒体的这个报道里面说 美国菲律宾澳洲啊 5号啊 在台湾南方的这个岛屿进行演习啊 就是为了执行任务 或者甚至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 这件事情影响很大嘛 那重燃了冷战时期 美飞美苏在导弹盟国前沿的恐怖平衡 这种景象 就现在又来了 包括韩国日本北韩这些远程导弹 都可以成为一片危险的导弹区 随时一触即发的火药库吗 那来看看越南好了 越南过去长期跟俄罗斯 大量的采购均购的 最近有一些改变 它转向了 它不去跟中 俄国买来 跟谁买 买起了说不是比较相对耐用又便宜的K9自走炮吗 然后早报的报道 北京担忧 这显示河内愿意装备 美国盟友能够对抗中国的战力 就是说 抗中的队伍里又多了越南吗 那当然这个互相秀 只有在军事上互相的拒止 从金门的海域开始 就已经嗅到了各种不平常的味道 亮哥 当然520之前 我们也观察 这当中的演变 不要有任何的擦枪走火 我们丽将军是小金门指挥官 这方面待会儿要请他多说 不过这个刘武殿航道 本来历史上 就是厦门对外的国际航道 那他事实上现在是绕一圈 绕到清雨那一边 那因为他现在在 坦白讲他在小金门跟大二丹的中间 我们两边都有军队 所以是有点尴尬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航道是蛮宽的 我看过一个资料是 他可以让两艘货柜人相像这样过 所以对厦门来讲 他到时候如果宣布对外营运 国际航道 那国际的船会来 所以我们的军 我们的军船或者海警船会很尴尬 因为你到时候就看国际的商船 国际的货柜人 就直接穿过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 也不能怎么办 所以我说赖清德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我觉得这个会发生 因为以前那个绕那么一圈 是就是 默契 也不是默契 就是实力问题 那后来因为马英九执政 他就一直没有处理 可是他现在就抓到了这个金门撞船的事件 那你竟然处理成这样 我就全部公事公办 有点这个味道 我认为这个他不会放弃的 他现在全部 他金门海域他已经没收到福建省了 现在已经是福建海警局直接管辖 所以他最近出来的编队巡航四艘海警船 而且是普通话跟闽南话交错广播 所以这个态势已经蛮明显了 所以很难处理 不过坦白讲就渔场来讲 我昨天有个朋友就提醒我 说马祖那边还是大渔场 这边还算是小渔场 不过渔季快到了 金门的渔季应该六月 六月左右厦门就会有一大堆渔船出来捕鱼了 所以坦白讲也是赖清德上任之后的第一个月 所以他的挑战真的蛮多的 所以我说赖清德还是管束一下 他的立院党团的发言 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不信任 那另外中俄联合演习 我认为未来会越来越多 不过他去年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针对日本 那而且是从日本海 然后往北走到阿拉斯加那一条线 那未来甚至还可能穿过白令海峡到北极航道 因为大陆也很想进去 那他会不会往南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对俄罗斯来讲 他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 因为现在黑海舰队跟波罗的海舰队都被堵住了 所以他一定会尽全力来发展太平洋舰队 那太平洋舰队总不能都往 东海跟白令海那边的方向吧 三不五是要往下走一走 对啊 而且坦白讲他跟越南关系蛮不错的 所以一定会想到越南的县港停一下 因为以前县港就是苏联在用 大家不要忘记了 所以我认为早晚会下来 那下来对台湾的意义 我坦白讲如果俄罗斯 俄罗斯是摆明是挺中国的 那因为他等于是这个叫做大国之间的 互相交换核心利益 我挺你的核心利益 请你也挺我的核心利益 所以他是支持北京统一台湾的 所以他介入之后 我认为会让日本要介入台海变得非常困难 因为他就在日本后面 所以等于是螳螂捕蚕黄雀在后 所以会让日本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 凉凉的 对对对凉凉的 所以就会不便做动作了 就是这样 所以可是这个局势我觉得很难逆转 我认为他 他一定会跟中国买作战舰 因为他的造船厂在乌克兰 所以他现在没有造船能力 所以要补充他的作战舰 最快的方式就跟中国买 那么中国如果愿意卖它 那双方肯定要有一些军事技术上的交易吧 比如说战略核潜艇 这个俄罗斯是蛮进步的 所以未来我认为会发生一些事情 那至于这个中程导弹 你也看到美国在出手了 他就直接在菲律宾做弄中程导弹 那这个中程导弹目前是针对中国大陆 可是如果再往北部署呢 一样是俄罗斯 对 所以俄罗斯也一样 在这个议题上会跟中国站在一个立场 的确 尤其小金门 金门这一带 目前这个航道重新影响的就是 我们到底能怎么做 该怎么做 又可以怎么做 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件国王的新衣 只是被管闭林自己把它戳破 以前来讲的话 这旅五店航道 其实就是最好的航道 我记得在大胆岛上面 还有一个石楼上面写的回头事案 为什么写回头事案 因为厦门很多的 他们到南洋去移民 都会从大胆岛经过 就走旅五店航道 那时候那块石楼就提醒他们说 你这一去你可能就要南洋 可能这辈子不见得能够回得来 所以你要不要回头 我记得那个石碑上面写的 那个回头事案 就是对着给写船看 给那些移民的船看 所以由此可以见证到 说是旅五店航道 是长久以来进入厦门 自己最好的一条水域 那以往来讲 因为两岸之间有默契 他就从旁边清雨那边 清雨是大陆解放军控制的一个岛 他们就从那边绕 不从旅五店水道这边上去 那这次来讲的话 你既然已经这样 那我就明目 就是公然的就是国际航道 那我就开始使用 其实以前他们有没有到旅五店航道 也有啦 老实说我自己就经常在那边 跟他们打招呼 对不对 打招呼啊 对啊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渔船一出来 就像亮哥刚刚讲的 那渔记一出来 你知道他在那边 所有船 他是哪边有鱼 他往哪边去捕 这渔民来讲的话 他才不管你什么 航不航道 什么国际工业 不国际工业 那我们 他认为我们对他也无害 我们认为他也无害 他们这些也不会就是一些 很辛苦的渔民出来捕鱼 整个一片海洋上面 你知道他一出来是上千条渔船 你怎么去驱赶 你根本也没有这能力驱赶 那我就必须要到大胆 到那几个岛去 所以我经常在他们 这个渔船渔刃之中穿梭 用我们的海龙快艇 穿梭过来穿梭过去 所以双方以前来讲 双方有这种默契 大家留相处得很好 其实如果说是 金夏大桥要盖的话 我记得以前施明德又提过 金马侧军论 对不对 这个柯文哲也讲说 要盖金夏大桥 其实我个人来讲 是非常赞成的 虽然大家会觉得 你是个军人 又是这个小金门指挥官 你为什么还会赞成盖金马 金夏大桥 就是因为我对金门太了解了 早就是常态的交流 金门现在驻军 我跟你讲 就是这个龙子的耳朵 白饰用的 对不对 这五千个官兵在那个地方 如果说是就作战来讲的话 金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 军事战略的价值 你干脆把这五千个官兵 撤回台湾来 那台湾还多五千个官兵 可以保卫台湾本岛 那如果说中共要进犯台湾 他也绕过金门 他也不会去弄你金门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五千个官兵 就军事上面兵力部署来讲 你是浪费五千的兵力 在金门岛 你还不把这五千的兵力收回来 然后让金门跟夏门 他们老百姓 本来就是一日生活圈 每天我就看到 他们坐小三重的船 过去那边 这个女生去那边做个头发 然后回来 去那边买个日用品 然后就回来 他们已经生活在一起了 那你就干脆 他们不管是就医要干嘛 老师平常讲 厦门的就医比金门还方便 如果说万一急症来讲的话 金门没办法处理 他们就到厦门去做这个医疗 那要到台湾来的话 要坐直升机 那更远更耗费时间 我觉得就金门老百姓立场来讲的话 你干脆就同意他们 盖个金下大桥 其实金门老百姓 会更感激你 这个台湾的政府 为什么 因为真的是照顾到民生 是有这条金下大桥 那金门来讲 现在用水用电 也都用厦门的电 那你就何妨让他盖个金下大桥 我是建议说 就现实面来讲的话 就承认这个现实 把金门的官兵撤回台湾来 然后让台湾 有多五千个官兵的实力 你五千的官兵 等于一个旅的兵力来讲 对台湾的防卫作战 才是真正有帮助的 而不是说是光摆在那里好看 所以刘武甸航道 如果真的通的话 那大概也是跟现况一样 就假装没有看到吗 不是也没有必要 很自然而然的 假装没有看到 就是国际航道 大家都可以用就好了 也无法处理 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介大使的确在台海 在南海 各种的拒止行为 现在感觉是美中的对抗 在产生风险 否则如果像家君讲的 就自由的贸易跟通航 当然就没有问题 对 事实上的话 就是俄乌战争开打之前 事实上就是因为美国的 不断的把北约往东扩 一直往俄罗斯边界扩 那俄罗斯事实上 在普丁的领导之下 等他经济站稳脚以后 事实上他大概十年前 就已经开始有步骤的 在进行军备的现代化 那去年底事实上 俄罗斯有一艘 这个叫北风之神 这样子的一个核子战略潜艇 它是在海面底下 发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有核弹头洲际发弹 又有一艘下水 事实上这个是 不 这个普丁领导的俄罗斯 长期的恢复核打击力量 俄罗斯核打击力量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你知道这个 北方之神 这个核子战略潜艇有多少吨吗 还有两万四千吨 那是一个巨无霸击的核子战略潜艇 那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 在白令海 这是水面上的问题 水面上事实上的话 美国是占优势 可是水面下的话 俄罗斯的核子打击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它前几年还在发展一种 核子水雷 那这个水雷是在地下可以 在海面下可以快速穿行的 那它佩戴的是核子弹头 叫奥塞东 就是海神的意思 所以其实俄罗斯跟美国 在产生军备竞赛 也不是俄乌战争开始 之前就已经大量的在这个进行了 而且这个从今天我们从地图上来看 俄罗斯要打击美国 不管是传统武器还是核子武器 最近的距离是从北极的上方飞过去 所以事实上北极的核武化 在上一个世界冷战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激烈的在进行 那俄罗斯事实上在恢复它的军事武装的时候 在北极海的部署 几乎已经恢复到它冷战以前的这个 这个实力了 所以事实上现在美国为什么 不管是这个什么印太司令 国防部长每天在里面敲警钟 这个世界越来越危险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相对而言美国的军事优势 尤其在冷战以后的军事优势 对俄罗斯对中国到来都在快速的怎么样 这个退步当中 那并不是美国没有进步 而是美国还是维持在它过去那个战力水准 可是相对的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不管是在北极 还有北太平洋 还有美国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这些从美国的角度上都承受到极大的压力 所以美国过去的战略是怎么样 它随时可以打两场世界大战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两场区域性的战争 美国都没有直接参加的 一个是俄乌战争 一个是什么尾巴战争 美国就已经怎么样 国内已经自己快要打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正在快速的变化 那个变化的最重要的这个核心的 就是相对美国的相对的武力优势 在全球的武力优势 正在快速的怎么样 退步当中 就是美国队长已经在军力上没有办法压倒胜利的时候 当然就会hold不住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